就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有些抱歉 也有些惶恐 为什么要感到抱歉害惶恐啊 阿胜 我答应过你 让你卸下心房 我承诺过你 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决定 更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 你想走 我心里舍不得 我心痛 我甚至有些怨你 怨你竟不是爱我 爱得离不开我 但是 那都是我的矛盾和私心 很抱歉 我竟然会那么自私 而我惶恐的 也是怕你发现我的这份爱 太深沉 会让你觉得厌恶和累赘 不用抱歉 爱本来就是 包含着私心的 笑意 我也一样啊 因为爱的那一方自私 所以我才选择 一个人离开的 阿胜 你说爱 可以再说一次吗 学生没有再说一次 他只是点起脚尖 手软的唇 印在他的薄唇上 笑意啊 我这个人呢 从来都不做不确定的事情 选择爱你的话 我就不会藏藏叶叶的 他要爱就爱得明媚 爱得这里 阿胜 那你带着我 你到哪儿 我就跟着你到哪儿 不好吗 这并不影响你一路行医 是啊 不影响我行医 挺好的 也曾想过 走一路 过一村 行一庄 一家人可以五湖四海 贴下为家 可是那样太累了 而且 他是更累 心累 思极了些些天 只剩下短短的几天寿命 他不能肯定剩下的日子 会不会再有一次 类似于凯西村这样的好运 那 阿胜 可是我不能答应你 我还是希望 有一个安定而温馨的家 家里的房子 要盖很大很大 有美丽的院子 种着花草 也种着各种菜 可是 小艺 家是家 漂泊不算的 我挺喜欢桃花村的 以后 我想一直住在那里 那你刚才说 我刚才说的意思是 这次就算了 你们跟着我 等我这一趟行一结束了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 销炼会 下不为例 知道吧 你带着孩子们一路赶来 难道瞧不出来 他们的疲惫吗 所以 你是要一直游走四方 行一下去 没有啊 过阵子就回去 我自己掂量 那么 何时是归期 何日可停下 因为他不知归期 更不可能停下 很难回答吗 明明什么时候去行一 都可以 但是你似乎不是 你仿佛必须要走 而且你没有告诉我原因 你 很想知道原因吗 阿胜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他看着他 缓缓地说出三个字 我会死 是 什么 我说 我会死 救他人命 方能活我命 小一你没有听错 我把我生死的秘密 都告诉你了 你还有什么 不可相信的呀 对不起 阿胜 我不知道 你就像是 是一个突然到来的奇迹 一个美梦 一个幻想 不 我是真实的 小一啊 我最后说一次啊 相信我 相信我 时时刻刻都是 想着你们 爱着你们的 怎么会这样 阿胜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只求你活着 活着 替我共摆手